在古代的一间妓院里 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子走了进来 风情万种的头牌出来接待他 谁知下一秒就被男人捅了一刀 原来这位客人并不是来玩乐的 而是受富豪老爷的指使 来把自己的情人进行灭口的 头牌临死之际把血抹在了镜子上 就这样 这面镜子变成了一面被诅咒的魔镜 谁得到它谁就不能安宁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古镜怪谈》 时间飞逝 很快来到30年代的上海 独居豪宅的父太太玛丽 在某年生日的时候 收到了这块古董梳妆镜 可玛丽看到这块镜子却面露恐惧 她记得表姐也有一块一样的镜子 可是表姐早就已经去世了 正想着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说她是玛丽的表姐 这块镜子就是她送来的 并说要来找玛丽算账 玛丽听到这话惊慌的挂断了电话 经过推理 她排除了家里的帮庸雅妹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说话 而管家呢 刚刚也在自己身边晃荡 所以也不是管家 这下玛丽就更无法淡定了 一想起表姐的话 她就夜不能寐 于是决定让人把镜子搬走 可是由于镜子太重 又只好作罢 晚上她再次接到了表姐的电话 表姐让她打开梳妆台的第一个抽屉 里面呢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一次谎言筑成大错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是一张表姐生前的手帕 看着手帕 玛丽终于回忆起 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 小时候啊 因为嫉妒表姐和姐夫恩爱 玛丽跟姐夫撒了一个谎 结果意外导致姐夫身亡 长大后呢 玛丽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一轮的教授 某天她发现教授出轨了 而那个对象就是表姐 玛丽气不过 于是假装教授的口吻通知表姐 说他们俩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并给她借了一把枪 想引导表姐自行了断 但被教授发现后及时阻止 教授直接向玛丽摊牌 决定要和她离婚 并把自己的别墅留给她当分手费 玛丽呢怀恨在心 于是在教授的咖啡里下了毒 喝下毒咖啡的教授出门没多久 就毒发身亡死在了路上 而那之后不久 表姐也自杀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玛丽啊 开心的手骨足蹈 可就在她得意的时候 却意外摔下了楼梯 就这样把自己的腿给摔坏了 从此呢坐上了轮椅 想起这些的玛丽痛苦不已 就在这时候一把枪抵住了她的脑袋 转头一看 竟然是管家和雅妹 原来呀 他们俩是教授前妻的女儿 而雅妹为了复仇一直在装雅 二人没有多话 直接一枪崩了玛丽的脑袋 玛丽呀 也算是得到了报应 90年代 魔镜辗转来到了新加坡 被传给了律师阿兴的未婚妻 当嫁妆 阿兴呢第一次看到魔镜 就被吓得不轻 一听到未婚妻说这镜子不吉利 更是闹起了脾气 一次她接到一个案子 要帮一个富二代打官司 富二代因见色起义 强暴了一个女孩 女孩的男友为了保护她 被富二代残忍勒死 富二代的妈妈开出了 一百万的高价让她翻案 因为对这个富二代的为人 早有耳闻 阿兴拒绝了这个案子 可是一回到家看到这面镜子 阿兴却像是突然被蛊惑一般 转头就昧着良性接下了案子 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 富二代想要翻案很难 为了打赢官司 阿兴竟然模仿 富二代的手法 犯下同样的案子 只不过为了不闹她 她没有把人给勒死 这一出成功帮富二代洗白 不久后 富二代就被释放了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是这样 阿兴拿着一百万黑心钱 高兴的准备回家 受害者的女友突然出现了 她拿出男友的照片 指着阿兴说她会遭到报应的 阿兴不予理会 开着车扬长而去 一路上看到很多人在路边烧纸钱 原来今天是七月半鬼节 阿兴心虚的打开广播 可是开着开着 她就看到受害者竟然出现在车前 她大叫一声 随后便出了车祸 阿兴在车祸中不幸毁容 等她拆开绷带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受害者的样子 每当她一看到这张脸 就会想起自己犯下的罪恶 这也算是阿兴的报应了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末的香港 此时这块魔镜 因为名声在外 没人敢要 所以一直被放在古董店里 直到这一天 一对刚从国外回来的小情侣 来到古董店 对这面镜子产生了兴趣 说起来 这位帅小伙 风风家大业大 但因为父母早逝 奶奶年纪大了 而她又常年在国外上学 所以家里的事业 都交给了表妹搭理 女友如如呢 一进门就看出风风家境不凡 为了从表妹手里夺回财产 她暗中杀死了奶奶的狗 因为这只狗啊 每一次见到表妹就会狂叫 一家人都相信是表妹干的 白口莫辩的表妹 一气之下离开了 并把账目全都交还给了奶奶 可是账目在奶奶手上 还轮不到如如继承 正巧 当晚表妹回来拿行李 看着沉重的行李箱 如如有了一个妙计 当晚她就残忍的把奶奶杀害 并嫁祸给了突然返回的表妹 就这样表妹被抓走了 奶奶死了 她的财产全部被风风继承 而此时呢 已经成为风风妻子的如入 自然也有一份 可就在她以为自己的计划 天衣无缝时 而这时风风也指出 她才是凶手 原来奶奶的财产早在几年前 就被捐给了福利机构 这件事情表妹也知道 所以她不可能谋财害命 而且奶奶根本就不识字 不可能在死前立下遗嘱 遗嘱是如入伪造的 被拆穿的如入拿着剪刀 想刺风风 却阴差阳错 自己撞在了剪刀上 如入就这样害死了自己 风风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友 竟为了钱财 害死自己最爱的奶奶 故事最后 她和表妹一起离开了 这个伤心之地 古镜怪谈 上映于1999年 三段故事毁掉三个家庭 要说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那倒未必 镜子照出的不过是人心的阴暗罢了 所幸最后所有的罪孽都得到了报应 也算是因果轮回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